核心利希特 玩了4個多小時了吧 這次是第二次封測 然後跟第一次有非常大的改動 從首頁就能看到 其實質感提高了許多 如果你有玩過第一次封測的話 那你就把它忘記吧 因為他第二次封測 改動非常大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以這次封測為主 他連角色的費用部分 都做出了一些調整了 所以之前的角色推薦 應該是無效的 因為我記得像千鈞這位好像是 1費而已喔 現在已經改成9費 目前我還是簡短的玩一下就好了 因為之前封測玩過了 玩法大同小異 我就沒打算再體驗下去了 這邊是商店部分 然後這邊共鳴 共鳴其實就是抽角色的 這邊 我記得當時利貝魯這隻角色狙擊手 是相當好用的 可惜我抽不到他 還是要來拼一次看看 我們先抽這個吧 他這轉蛋畫面是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中 挺多到五星啦 有中的話會有一個彩色的光芒 來快速看一下角色吧 屬性部分可以看得到 角色的技能 然後這邊就是角色的特性嘛 強化 這個地方基本上你會一直去刷 這個角色強化的訓練手冊 這是在副本的 然後突破 等級到了一定的上限之後 你只需要一些突破材料 就可以拉高等級上限了 然後同調就是用角色碎片 灑整體是裝備的 目前我還沒通關二之死 所以這邊還沒有解鎖 反正它就是一個裝備的概念 還有技能升級 再來就是超體喔 也就是主角 那主角的話它是分開成長的 目前我解鎖了三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是大劍嘛 第二個型態是炮 然後第三個型態盾牌 解鎖了這三個型態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你在一個關卡 三個型態都是可以同時上陣的 這個也是做出了改動 那麼來簡單的介紹一下戰鬥吧 你有看到這頁面嗎 哇這個頁面看起來真的是 跟以前比較起來差超級多的 就變非常好看了 然後這裡 我們的超體 這邊你可以來選擇就是 第一開始出現的順序 然後你也可以去滑動 看你要以什麼型態 好那我們再來看編隊 大部分的角色特性啊 其實我這邊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新手消血非常長喔 保證你馬上就會了 因為新手消血實在是只有夠長的 來 我們直接進來啦 好角色進場了 我們就先派什麼來應對呢 我們先看這個開關喔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可以阻擾敵人 OK 那我派一個坦克跟一個員工進來 如果我方的角色要穿過雷射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給關掉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這個 然後你移動他 你就是不要讓你的角色擊中 因為他這個需要冷卻時間喔 關掉雷射的開關 他是有在跑冷卻的 好啦 我們可以把我們主角派出來了 第一個型態 他是拿槍砲嘛 遠程的 那這一位角色啊 你有看到 他現在見面變得很漂亮喔 這是專門打血比較厚的敵人喔 這一次 我忘了他是屬於什麼樣的屬性喔 藝人啊 他職業特性是藝人的 那像這個我們就可以把他關掉 然後我們也可以移動角色 可以進行攻擊 然後我們可以派奶媽出來 幫忙補血 OK 那這隻角色 尼瑟琳 這隻角色之前是沒有的 那現在就直接送給你了 這隻角色是進行攻擊了以後 他還可以回復費用 這是相當不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派 你有看到嗎 我把主角派出來 這是第二個型態的喔 你派出來以後 場上的角色就會消失了 他就變成拿盾牌出來了 那如果角色退場也是一樣 反正他總共有三個型態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當時的情況 去做設定 你看我在拍 第三個型態 他出來了 那那個拿盾的就消失了 赫萊他是進場以後 施放技能他就退場了 那他是針對 就是很多隻小兵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赫萊 那如果是單一的建築物 或者是像單一的武器 然後優先破壞的話 也可以叫蘇娜 他是針對單體 提供大量傷害的 然後像佐拉他是戰裝拿槍 助手在一個地方的 直接進場來解釋吧 我們這個就先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可以把佐拉給派出來 你看 戰裝 助手射擊 那如果你要提高費用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一位給派出來喔 那奇殺以後就增加費用 然後你有看到像 好我們派蘇娜 單體的 來我們找這一位吧 砰 就是這樣 這個輸出 好他是提供遠距離進行攻擊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哪一位 我們等一下吧 這位是我抽到的 十字切割這次 角色很強喔 我後來發現六星角色應該都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造成兩次範圍物理傷害 好啦我們可以破壞這個 因為我沒有提升他太多 不然他應該是要一招秒才對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關卡部分再來就是 副本 有像 打金幣的啊 打材料的啊 還有打經驗值的啊 都在這邊喔 那這裡如果 你成功的 完成戰鬥了之後 你可以採用自動的 你設定完自動 他就會自己打 自己打一場而已 接下來你要再自己 再按確定開始 他沒辦法循環的啊 最後就是空島啦 那空島目前的設施有這些喔 然後你可以安排 角色上陣 去那邊進行工作 然後提交訂單 他這提交訂單 你就可以到工作室這邊 點擊了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訂單 他有點像宿舍概念 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工廠這樣子 這樣子會比較好理解一點 那隨著你關卡推進之後 應該還會再解鎖更多了 只是因為我玩四個鐘頭 所以這邊 載體啊都還沒解鎖 成場模式 就大同小異啦 跟之前一樣 推了關卡以後 發現你 推不過的時候 開始來這邊狂刷 矛起來刷你的經驗卡 這樣就沒問題了 所以 這個地方是你第二個家 然後 打經驗這個訓練手冊啊 這個 你就會很常去刷他 我用刷了 兩三百題有了吧 把角色刷到了 25等左右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